大家平安 今天新眼光的进度在初爱奇记第20章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 主愿以圣灵亲自来提醒 直到我们能够照你的话来行 向你献上仰望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今天的经文 特别一到十七节是大家众所皆知的十节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经文 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华你的上帝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华你的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望称耶华你上帝的名 因为望称耶华名的 耶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不必 深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经营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扑笔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 今天我们要花时间再好好来听一下 哇这个十戒的内容 就我所知 有些人家里有这个牌子 就把十戒内容写出来 我不知道您家里有吗 但是这十戒内容 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特别是很有意思耶 这个第一节很长 第一到六节 很长很长 当以色列百姓离开 哇有多神崇拜的埃及地的时候 其实埃及人 他们有很多神明 为什么那么多 他们的那个想象大概就是 这个神明是管这个面向 不同面向 所以要各样的神 但是 所以应该是说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生活的时候 他们很习惯 就知道有这么多的神明 但是 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独一的神 好 所以除了我以外 也不可有别的神 就是提醒他们这件事情 好 如果对他们讲说 只要这么多的神 然后再多一个神 可能以色列百姓一开始 比较没有理解上的进入障碍 但是不是 是这位独一的神 就是唯一的神 就是要来信靠他 好 然后该怎么来行 该怎么来做 当然我相信贱命我们知道 但是实行的时候就有那个困难 因为我们说 除了神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但是太多的时候 许多的人事物 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比重重要性 早就远远超过上帝 不是吗 好 我们真的把神放在首位吗 只有上帝吗 还是 其实真的很难耶 可能为了我们要升迁 可能我们想要考试 想要追求公民 这一些 很多时候或者是 追求某些 追星 什么 太容易各样事情就 爬到 我们生命当中的重心了 可以这样回想看看 在一天24小时当中 你放多少时间在做哪些事 当然睡眠要占很重的一部分 这是很自然 但是除了在睡觉休息的时候之外 你到底心思是放在哪里去了 是一直在思想神吗 随时在祷告吗 好像也不都这样 好 当然 还有意思 其实跟有些人 分享讨论的时候 愿意来灵修 好像已经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我们愿意来读神的话 就代表我们真的把神放在第一位吗 其实我们可以 好好去反省我们生命的次序 当神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维怒之家领出来 其实就是再次提醒我们 过去 以色列百姓在成为奴隶 被捆绑的那时候 其实上帝就有告诉他们 慢慢 他们应该是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但是他们愿意来跟从他吗 这个神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当神制定了律法律地之后 我们可以怎样来遵行 当然实践部分有很多内容 我们可以慢慢思想 甚至有很多的书 一本就是写实践 前面特别真的是提到跟神的关系 我们可以好好来省思 但是与人的关系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造神的心意来行呢 这是我们一生可以一起继续学习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上帝 我们要向你身上感谢 谢谢你 赏赐你的话语 赏赐你的诫命 这样我们可以学习 知道应该如何来行 虽然我们已经活在新月当中 但是旧月当中的十戒 仍然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导 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十戒 更深明白你的心意 学着照你的旨意来行 愿你圣灵亲自感动引导我们 向你线上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